关系的是小朋友捐钱给台北市立动物园要成立的是任养基金 但是怎么会遭到动物园自肥养人呢 那么现在被揭露之后呢 议员是痛批说怎么会连小朋友的钱都要A 在96年97年当时有一半的收入大概是500万元 是用在出国考察跟出国研究 但是很离谱的是 有的研究员连续两年呢 他们写的都是同样的研究案 总共花了71万 报告午夜而已 而此两次的报告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们看到呢 包括了这个研究黑熊生育 申请了80多万元 报告才缴了两页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看到被批评根本就是拿小朋友的钱自肥